一年当中最漂亮的季节 各位兄弟姐妹朋友们 同学们 到了已经 赶紧出来拍 然后我开车开了两天 从重庆出发来到了东北辽宁 我今天刚到 不是昨天刚到 昨天晚上刚到 今天我就迫不及待的先来看一下 辽宁的朋友 我觉得你们应该知道我在哪儿 可以打在这个公屏上 好 然后 我之前是秋天其实拍的也不多 就拍了这几张照片 有溪流 有风速 反正也不多了 但是确实很漂亮 而且就是这种明亮系的风格 我很喜欢 黑暗系我也喜欢 反正我就什么好看就怎么弄 好吧 然后我准备先飞个飞机 好吧 我这个是新买的 第一次飞 就在这个有点小雨 反正毛毛雨那种 有点小雨 不算很小 然后首飞 好吧 但是这个飞机我是新买的 我有点后悔 兄弟们 为什么 因为我那个Mavic 2 Pro 炸机了 被鳥撞了 然后修好过后 我觉得被坑了 好像没有完全修好 然后又炸机了 3000块钱 维修费就over了 只飞了几次 又买个2S 但是听说这个三浦马上就要出了 所以不知道 到时候再看吧 因为飞机也不是我的一个主力 主要是用于拍这种频道的这种飞机视频 其实也够了 好 我准备一会儿 跟大家首先看一下我们东北的秋色到底如何 反正我没有失望 我没有失望开了两天车 2000多3000公里开过来 没有失望 OK O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还可以很难 老保来汽水 没喝过 试一下 试一下 看一下好不好喝 嗯 还可以 看这个 杂串 先拿一点 大火腿肠 看有没有我脸大 大火腿肠 好久没吃这个了 嗯 可以 其实这个吃火腿肠 有时候是肉太多也不好吃 就是要吃 淀粉稍微多一点的 嗯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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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我喜欢吃这个 这个 牛排好吧 牛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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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排 不知道 其实什么排都不是 反正好吃就行 其实什么排都不是 好 我现在在这个本溪去 这个字应该度环吧 横人还是环人 哈哈哈 不好意思 语文不好好不好 应该是环人吧 环人 齐环公见蔡 不是 齐环公见扁鹊 还是什么 忘了 哈哈哈 反正应该是环 然后就 其实这条公路我觉得 呃 非常非常棒 呃 我觉得是世界级的 世界级的 就是你放眼整个世界来说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然后 呃 我发现就是后面嘛 这棵树 诶 大家看一下 这棵树 好 然后呢 我因为呃 像这种森林嘛 就是我之前也有一直跟大家说嘛 就是你要找到 呃 反差 好吧 反差 像这个树呢 就有反差了 不好意思啊 有个车 因为在路边了好吧 路边了 就这个树当做前景啊 也不叫前景 就是它有一个反差 然后红叶啊这些 它就分离出来了 就跳出来了 这样的话就很好 然后呢 就用1635就行了 然后呢 就用1635就行了 好 然后呢 böyle 打电话 一跳 就用1635就行了 哎呀 没有什么 你们要再担心 到现在这些筹放开 还有笔里 有 到现在不增里 我先帮你 他在不增里 有一个信号 啊 用路由买 你也在担心 刚才就是我没有上这个中轴嘛 它就机位不够 因为下面有铁丝网 我们要尽量给它去掉 尽量避免它 虽然说有一点点啊 可能最后 但是就尽量吧 所以把中轴上上 然后这个占小架是马晓璐 这个前几年刚发布的MT1542 就是全新一代非常非常好 真的是我觉得很香很香 无限接近于日子爽了 我感觉而且价格还便宜 然后就中轴嘛 随时可以去 然后随时也不用通过工具 就简单的给装上去很好 然后就用高机位 相对来说高机位 拍摄避免铁丝网 我们来看一下构图 我一会儿大概就这样来构图 这棵树真的是 完美完美 我好久没有这种激动的心情了 创作灵感 好吧 自己发现 这个就是自己发现了 就没有什么 怎么说呢 就是什么景点啊 就是路边了嘛 然后我一会儿大概就是这样构图 你看为什么 你看我们左边啊 其实也有红叶 等一下我把这个对焦锁定 好像有点虚啊 好 你看我们这个左边啊 就是这里这个树干就不要了 因为它比较乱看起来是吧 好的 我们就这样啊 这样差不多 然后我们再往这边偏一点 好 然后这个右上方这个天空呢 也可以不要 舍弃掉 不要啊 不能有一点点高光死白 没有一点细节的 追求完美啊 我们要 然后 差不多一会儿呢 我就 准备这样来构图 这样来构图 这样啊 我先给它锁定住啊 这样来构图 可以再往上一点 往这边偏一点点 这样来构图 好 然后至于这个铁丝呢 那就后期给它撇死掉就行了 好 然后如果你想偷懒是吧 或者你没有带三脚架 就是旅游是吧 顺便拍 那么这种的话 我们可以就用一张来完成景深 就是光圈 比如说F16条道是吧 然后对焦呢 就对中间的 选一个中间的位置 大概这个这个树干吧 稍微远一点的树干 对这里 就单张的话 问题也不大 像这种情况 因为我现在用的是超广角嘛 超广角就是景深都比较大是吧 好 但是呢 如果你想像我这样 因为我是怎么说的 只要条件具备吧 反正我就力求完美 我就 我待会儿呢 会用三张来完成 景深 全景深 第一张呢 构图我就对这里 好 第二张呢 哦不是 第一张构焦 哦不是 第一张对焦 我就对这里了 最前面这个树干 好 第二张呢 我就对焦 对这个树干 第三张就对远处 像这些地方树叶就行了 然后光圈呢 那我调到F11最佳的这个光圈 来拍摄 待会儿 好 然后曝光呢 就正常曝光就行了啊 好 我们先来 拍一张啊 试一下 是的 对 聊天 对 聊天 帮助 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片啊 大片啊 兄弟们 不知道 我感觉还可以 可是太好 当然其实也可以出篇 我这个角度的话 但是我看一下 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因为我想把这个 这个有一个小水蛙嘛 有一个院堂 重庆画教 然后上面飘了很多枫叶红色的 就很好看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 更完美的解决方案 就是又能拍到这个瀑布 然后上面的树叶 好 然后又能拍到这个小院堂 好吧 我先把这个给它弄过来 我把这个机位给降低 降到最低 我试一下 看一下怎么样 主要是 它这个左上方啊 就是我这样拍过去 它有一些白色的天空 就不是很好看 大家看不看得见我 等一下我换一个角度 等会儿我先把相机架稳 对吧 然后我现在再来给你们调整摄像机的角度啊 这就是真实的摄影Vlog 就这样拍的好吧 所以还是帮我点个赞啊 好这样 录着了吗 录着了 OK 我又回来 这里看一下构图 找一下 有没有好的 哎 这个太低了 我都看不到了 我得坐下来 哎呀 你看我这个这么大体积 坐下来都不方便 对吧 反正还行吧 出片是可以出这个角度 我先给你们看一下啊 我先给你们看一下 先给你们看一下 不然的话 你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是吧 然后你看我一会儿来就准备 这样 或者我 反正我一会儿再尝试一下嘛 反正大概就是这样啊 这个下面这个小小圆堂小小水蛙子上面飘了飘了很多枫叶 互布上面红枫 好吧这样的话拍摄出来啊层次啊色彩都还可以 我们先来把这个反光给消除掉 好你看现在是不是比当才好很多啊 哎呀 这块石头坐着还行 累死我了今天 走了可能三公里 其实这就是走没走多远 那是一直在找构图啊这些 哎帽子都不要了不要形象了 没有形象兄弟们好吧 我来思考一下这里怎么来拍 就这个有活的话也不是很好 我现在已经把1635换掉了换成这个28200了还是 我觉得就是干脆把这个 怎么说就是下面这个小活泼嘛 院堂好吧 小水蛙子不要了 直接就是这个溪流小瀑布嘛 直接给它切断 切断这样来拍 我觉得可能效果还好一点 我们来试一下啊 是的 是 所以 嗯 嗯 哎呀累死了 哎呀算了算了不拍了不拍了 兄弟们啊今天就讲到这里啊 啊你看我真实的 这个这个叫什么呢 嗯拍摄 我录视频就这个状态 两个脚架 然后两个相机 还是很累今天 所以呢还是帮我点个赞啊兄弟们 一见三连 有什么问题在下面给我留言啊 好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更精彩啊订阅订阅 拜拜